Hello,大家好,我是小布 今天由于工地下雨,我就回家了 晚上在那呆着也没有工资,对吧 那么最近有好多人私信我 一是想跟我学图 然后第二就是问我想学电焊电话 想学这个高压焊光的话,要去什么地方学,让我给推荐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说第一项,想跟我学图的兄弟们呢 你们要知道,干这个承压容器是有责任的,因为它焊接晚上是要碳上的 你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雇佣一个学图工去做嘛 然后探完伤之后,就是给反一下偏的 对不对 那尤其是跟我干活的时候 就我焊的时候,你们也上不去手啊,对不对 所以呢,焊接管道这个东西啊 其实要去培训学校去做一下 专门的培训的 那么我呢,以前就是 就是,我以前又干了四年的有电焊的底子 然后我就是 学十多天雅胡汉啊 就能干活 但是刚开始干活肯定是干不太好了 也反了很多的片子了 我觉得呀,你们就是想挣高工资就 不能差那点学习的钱 对不对 那么学校呢 我推荐大家去小型的焊培去学 因为什么呢 小型的焊培呀,它培训的时间短 然后也不将以那些理论知识 其实理论知识 在干这个行业来讲吧 至少咱现在是没用上啥 至少我干这些年了 还没用着呢 理论知识呢 就是我 学历也比较低嘛 也可以说是小学毕业 小学本科 大型的学校呢 一般都在培训周期在两三年 对不对 咱这个岁数都有家有口的 咱们得养家 你那个培训时间咱们也等不了 对吧 小型的焊培呢 咱们去了就可以 直接拿起电线条就开始焊了 对吧 可以说如果你理解能力强的话 我估计有十天半个月的 你咬上就算会了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啊 会了并不表 并不代表干的好 干好这个东西呢 至少我估计一下最少得一年多到两年吧 嗯 那么 我是说咱们就是学会了之后就可以去干活了 但是 干活的时候千万要仔细一些 因为咱看这个东西啊 是要有责任的 在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推荐培训学校了 因为这个 汉培这个东西啊 小型的汉培呀 全国各地都有 嗯 上我家这边学吧 也不划算 因为我家在东东北嘛 对吧 嗯 就是找离你家附近的第一地方 然后呢 干这个活呢 是要经常出门的 并不是你所有的活都是在家附近干 你干这个活要有个心理准备 然后学完了之后要培训学校 你直接一联系让他给你办一个证就可以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帮助你们 嗯 早日踏入这个行业了 挣点高工资对吧 嗯 大家拜拜